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整天就这样玩 然后人家现在就是反正那科学家就说呀 说本来人类自古以来孩子长大要跟大自然在一起 培养他这种真的花草树木土地的这种直接的触觉 据说对人的这个身心各方面的发展 其实都特别重要 当然是这样 电脑上打篮球 喝在底下打球是完全两回事 你又不出汗 就是家长会讲故事 说你看这个蝴蝶落到这个花上 他要跑到那个花 他要把花粉带过去了 什么什么 他很多就可以给孩子这么玩了 有这种感情 人会比较健全一点 比如说我看 德国就很强调这种教育 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说他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看到那些德国老教授 就带着孩子 就是每天就上树林里头去逛 因为德国不是特别小城镇吗 周围都是树林吗 那进去逛 他说那孩子厉害 七八岁大 一进树林听到那个鸟叫 隔远听 这是什么鸟 这个季节他们要出来打窝了 然后再走几步 用什么鸟 一路走下去 他能够听声音认出二十多种鸟 七八岁的小孩 真是 你说现在我们就看到那个鸟 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像我现在为什么我对青蛙很有认识 我们就是上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分校 反正在我们那个城市 分校就在农村 定期的就要全班组织排着队 唱着歌就去那干农活 你看因为这个机会 男孩子凑到一起就逮着青蛙 你知道青蛙和癞蛤蟆它不一样 然后我们把它蹬开了 用几个钉子钉着 那个时候就觉得青蛙好像健美冠军 我给孩子是很残忍 没有大人 我小时候也是 诱到 我们小的时候也是 从小学我们就是夏天就去捡麦碎 然后中学的时候又去拉链 当然我就赶上还赶上插了一年 对吗 我是正儿八经的干了一年农活 下大田 所以那真是就是到那个时候 你会干什么农活 对那就是插稻子 隔麦子都那时候 我记得就两点钟 麦瘦的时候就得起床 就真是天黑的时候 你隔了都已经快吐血了 那太阳还没出来呢 最后隔到最后就是连那个我记得那时候穿那种球鞋解放鞋 那一镰刀下去 因为你要赶呢 最后就是把那球鞋都隔破了 脚直了都流血 然后好多女生都一年都不来立架 啊 但是 干成这样呢 就真是这样 就是你别看着说在家门口 压力 但是一样是非常原始的方式在那 插水道 那是我又 你知道现在 为什么咱我提起这个事啊 呃 9月13号 913 这个有个新闻 这引起很大争议嘛 新疆 你说新疆啊 怎么了 摘棉花 哦 这个每到摘棉花的季节 实际上本身新疆就说有上百万的内地劳动力就去了 那么现在呢 是新疆组织10万学生 去摘棉花 而且好像还有定额 一个人完成30到一天呢 30到35斤呢 还是35公斤 一个新疆大学的学生说 他去年参加了摘棉花 就的确非常苦 他觉得吃不消 更让他心里不舒服的是什么呢 听说学生摘棉花的价钱比民工低15% 这个学生是应该的 就是因为他完成的任务特别多嘛 所以现在呢 有些孩子就是摘棉花摘的腰都直不起来 摘棉花我听说确实是一个苦活 因为一根棉花上有十几多棉花 你很不容易摘干净 我听过一个摘的 他说拼命摘从这一行摘到那一行 回头一看还是白花花的一片 就是不容易摘干净 你又得回头摘 而且会把你手拉破呀什么的 但是说起来我觉得 就反正从我刚才说的 我们那一代那时候过来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去个十天半个月的真不算什么 你还跟民工比呢 你这好意思吗 就是一年到头在教室里边看书 就去摘几天免花 我们当年干的历价都不来了 你现在摘个三十斤算什么的 我这标准 但是不能这么比 我可好比你女儿去干这个 你愿意让她去吗 你这你这问的好 就是说确实每个时代不一样 而且我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男女不一样 我这个这个有一个朋友有一个观点 他说女儿一定要教养 将来她的品格才会高贵 我就是这个观点 他说的我这心里真舒服 因为我虽然可以嘴上凶 我就觉得这个独生活 只有一个小孩 有时候他这个自我中心 这个娇气起来 我就非常痛恨 我有时候就要威胁他 我说要给你送的 有一种叫魔鬼夏令营 就是住在那不回来 你就得全都自己独立干 然后可是到时我就会心软 然后我女儿也会去找他爸爸 说妈妈要送我去魔鬼夏令营 然后他爸爸就马上说 不行我不干 这就送不成 但是这是女儿 要是我那小侄子 魔鬼夏令营 太好了有游戏吧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在香港 香港就是一个非常城市化的地方 那么很多家长都说 这个孩子夏天得送去夏令营 怎么样 但平常他们干什么 比如说我最常见到 就是在香港搭火车 那个酒馆火车 那个电器火车 有时候他那个 因为他那个跟地铁不像地铁 在地底下 他在地面上 地面上的门一开 有时候有些虫飞了进来 比如说飞了个鹅子 什么的 飞了进来 飞了进来之后 有的小孩 就看着就哭 现在 哎呦 好可怕 然后有的小孩 比较凶悍 那个小胖子 就赶快上去 把他打死 把他压死 怎么样 然后那父母说 对对 快弄死他 干得好 这多变态 就是你这个东西 就是完全城市化到一个地步 你容不下任何自然生物 跟你共处在同一个空间 对不对 我倒是想起来一个反例 就前些时候是在报上有一个 说有一条大蛇进了一个民宅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 我看有的那条消息 结果这个男的呢 就是说他 半夜爬进来 这是在泉州还是什么地方 这个可能是从厨房什么 就进来了 门没锁紧 两米长大 一个就睡在他旁边了 在床上 然后这个丈夫就觉得半夜 就脸上被亲了三下 他以为是他老婆呢 一醒来一看 这老婆在这边 在这边亲的 回头一看一条大蛇 说那红的蛇性子 亲了他三下 哎呦 那一惊 就你刚才说 这不是鹅子 这是大蛇呀 然后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还是比较 他还是个 我觉得是个男的 就他没有哇哇 我就以前就看那白蛇传 就受不了那许仙的那个劲 叫迷信的说法 这就是冤亲债主 肯定是他前世的情妇 就完全 他说非常可爱 就很快他恨不得 就要爱上这蛇 因为一看 首先他不是三角头 不是个毒蛇 对 然后就 稳住 然后这个大蛇还很温柔 待在家里 一直到报警 那妻子当然吓得要死了 你说这个 蛇应该咬他老婆呀 对 你可不是来报仇呢 咬他老公啊 对不对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现在啊 确实这是一个问题 你像新疆他摘棉花 好多家长不答应 就是说我的孩子将来要当科学家的 要在白领 做办公室的 学数理化 你让他去弄这个 把他累得都腰疼 他有没有 就也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观点 什么 就日益 日益专业化的社会 是不是四体不勤 五股不分 也没什么 没什么 从做事业上来讲 可能没什么 但从做人上面来讲 就有什么了 对不对 我昨天跟文涛 我们两个晚上聊天 才在说到 我说我最近在看一堆 美国的建国的故事 那就很好玩 就美国的建什么 建立这个国家 华盛顿 对 华盛顿那帮人 美国的建国之父啊 那一群人里面 有很多人是自己种田的 对 像华盛顿就是 虽然他有农奴啊 但他起码得自己也会 对 他得关心这个 就你看回到 比如说中国啊 过去那个民国时期 立宪的那帮人啊 全是知识分子 就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自己种地的人呢 实际一点 他考虑 比如说设计宪法的时候 这个宪法 他不会设计的很理想 他一定有点缺陷 他一定 因为他考虑很现实的问题 现实上 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有什么问题会出现 但是一堆知识分子 坐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把最好的东西 乌托邦 拿出来 理念化 然后而且做不到 是是是是 为什么啊 詹老师你说说 就是说我们对 我对于你这一代 包括比你更老的 一代知识分子啊 我有一种佩服 我这种佩服 我自己也想不好 就是说 他这个体力 最劳动 或者说 他这个心灵手巧 你好比 比如说 我佩服那个 钟阿诚 阿诚老师 你知道 有一次 我看王硕写的 那个东西 说 阿诚 那可不是一般人的 但是不是说 阿诚写的文章 你看 当我们说起 一个人了不起 佩服的时候 不是说 他写的文字 而是说 你知道吗 他能打全套 结婚的家具 他在 他确实 他在美国到去趟商店 他会自己盖房子 他会修车 修车 他到美国的那个汽车商店 买一大堆零件 旁边那个邻居的黑人都要出钱给他买 他折腾折腾 就装了一个老爷车 开起来 就说唯一有一次 就是车下坡的时候 他要拉手杀 等他手杀拿起来 但是你看这种东西 我佩服这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 这还真的不是光是文革一代 那时候被迫的 说下乡了 没办法 只好干苦力去了 其实他是在中国传统上 是有些 你举阿诚这个意思 很有意思 他自己就是 我觉得有那种道家的 好多传统文化的身上 在他身上 那以前 我们就是说 且不说道家 他是反腐归真的 这种哲学 你就说儒家 你说孔子 其实孔子他讲 孔子本身 他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 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武门后代 他才 他再来讲文化 孔子 其实我们想的是一个 好像一个老书生 当然了 两米以上的 那时候说他九尺多少 换算过来 就是两米到两米二 而且他是 遇射都是非常好的 遇论遇输数 对 射箭的时候是观者如赌 那是史记里边 那他肯定他手下像这种子路 这种有武功的 那老师要是没有两下子 他镇不住的 所以你看以前中国人 读书人讲究根读传家 对 是吧 根读传家 根读是很重要的一个理想 对 根是很重要的 你光读还不行 你还得根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你们去插队 什么那是原来搞了半天是儒家 私下 我现在 一边一空浪 在实践 我现在想起来 当时是因为我们一边喊着反击又请法案 一边去农村劳动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这种政治意义现在没有了 可是我挺喜欢 说实在话 唯一的这辈子有点农村生活 就是那样能够收盗子 被镰刀把手指头割破了 这些事我到近 你看我到现在就又被闭锁起来了 我又觉得越来越多的知识 是从这里头来的了 但是读书 就是说你刚说自然活动 在自然里面活动 这个东西所谓自然状态 不是一个很客观的存在的东西 自然也是被社会生产出来的 我的意思是说不同的年代 有不同的自然观念 不同的年代 我们有不同的对待自然的方法 而这种对待不同的自然的方法 跟观念 其实反映你这个社会怎么看自己 比如说你看中国人跟外国人 对自然的看法就很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在美国 你去你刚说佛蒙特那些森林 那些那边也有很多山 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地方 它保持的都很好 它很讲究要保持原貌 但中国人向来所谓的清静自然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去保持原貌 就中国人喜欢看到一个景好 比如说以前三峡 哎呀这个峡好 上的克制 这峡真好 得这样 就你那你也不能说 那个清犯自然 它是一种进入 这进入 但是实际上 现在已经用玻璃罩子 把它封起来了 封起来 有些人的名字 就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什么梁文道 斗文道 到此一游 拿那个小刀 把那个杯克的 现在封起来 我也想哎呦这真是传一万年了 一万年后 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这是另一种很特别的观念 就中国人自然 跟人文社会 是不是对立的 它不隔开 它是要把人文精神 都全部灌注在里面 你没有想过 去看 比如说以前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游三峡的时候 人家说这峡 这个地方来到这 这是个一绝 然后一看都很多杯 很多石刻在上头 我赫然发现 那是个什么东西 那就是人本来看到一个自然景色 会有个感情 这真好 有个感叹 有个有个想法 你这个想法是对眼前的景象的一个诠释 等于你听到一首音乐 看到电影有诠释 以前中国人干的那是什么呢 他要把自己这个诠释啊 给补白在上面 放进 对你有点像看一个画 这个画旁边有插图 有文字 说这画很好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这个诠释他觉得是跟这个自然是不分开的 跟这个画也不分开 所以你看只有中国人的话 里面才写那么多东西 可是你看中国山水画里面人又很小 对 他又有对自然有一种敬畏 有敬意 好像是天人合一 但是他这个位置人是在下面的 是放小的 而西方的那个人体 哇 那文艺复兴整个对人体的表现 那是一个最大的出过注 而且呢 你看这个西方人他讲登山了 去旷野去沙漠 他虽然说我把这个东西保持的很完美 很完好 但他们很喜欢讲的 特别到现在 就讲我征服 征服 他有一种紧张的关系在里面 我这个山我没弄张 也没破坏 也没科治 但是我把它给征服了 以前徐霞克 他们那些不会说 我去征服了多少地方 征服多少地方 反而今天我们的探险家都很喜欢讲 哎呀 我又征服了什么地方了 对不对 就是你看中国画里头 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 就是说我的精神比我这个人的身体要大的 甚至是全宇宙 那么90%的那么个大山大河 人呢 你看在一个小道上 对 它是一种位置 位置关系 其实胸襟是很扩大的 对 但是我再都会来 就说刚才 你比如说一个人的这种魅力 我倒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还想起来 你知道 就是有一种女性 有一种女人 很漂亮 财貌双全 自己素质很高 他往往 他找男朋友 他不找才子 我听他们说过 挺有意思 他最后他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跟我一样 就是说他喜欢那种男的 我最后形容 我说我明白了 你基本上就是照一八级前功的标准来找的 就是他觉得男的那样很性感 或者说很吸引他 就一个男的能够把手头的机器 搞得这个女人看见很细 或者说到你们家来 话都不说一声 给你把马桶修好了 或者说给你把灯管灯泡给你换了 这个东西 哎呦 你看 就实在是吧 就将来 将来就哎呀 老王这水管漏水了 他说起来是说的好听点 是互补 他也说 学什么药什么 就是一个体力劳动者 他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人家也有素质 在家里省钱 但是你别说他更重的 他说你像有些才子 你就会感觉咱们交朋友可以 聊天非常好 可是呢 这女孩子就会想 我要真跟你一块过日子 天呐 你这个才子可够难伺候的 谁伺候谁呀 对吧 你是什么都 只能红袖天下 才子都是以我为中心的 我跟你说 所以说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鲜花插在牛粪上呢 牛粪有营养 我跟你讲 真的 这么才子加人 他不能配到一块 往往他们那天 都是悲剧 那天他们还聊天嘛 就说 说是你看好多 比如哪怕男的 大明星或者什么的 找的太太 真的找的太太 都很普通 其实可能找过很多 做漂亮的女朋友 他们不缺这个 但是为什么最终 他找到的这个人 因为可能这样的女人 他可以允许 以你为中心 围着你打转 才子自己就挺得意 对吧 但是你真碰见一个也很强 才貌双钱的女人 你像扎老师这样的 别打我几例 我还真知道一个例子 有一个真事 但是不是我的朋友了 是我朋友的朋友 就是一个女子 女蓝退下来以后 后来又念了一个博士 而且是一个理工科的博士 还不是人文的 你说这个人有多权 他又打篮球 对吧 然后他念一个理工博士 而且显然是规模很大了 个子很高的 就真的是找不着男人 就没人敢要这样的 这怎么得了 体力那么强 然后脑子又那么强 一博士 最后人家跑哪去 据说到新西兰 找了一个农民 这个时候 特别爱 相爱 特别好 女的就喜欢 就爱看男的干体力活 男的汗流加倍 女的高兴坏了 听听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也有不一样 你记不记得 我们写字写作的人的楷模 于秋雨老师 赚那么多钱 对吧 写作 你忘了吗 他怎么写他老婆 对他的这个疼爱 就说他深夜的时候 在桌前在那边写字 读书 然后他自己写 他写他老婆在背后一看 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不记得有这情节吗 是原话吗 这是他自己写出来的 于秋雨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这也是贫力活 写的汗流加倍 是吧 怎么就花麻了 哎呀 他感人啊 感人啊 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感觉 听着像文艺小说里边 是真的吗 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写的 如果丈夫的才华 太太都不崇拜的话 那你说还有谁崇拜 这是最何在 对啊 没说没说 不应该这样吗 张老师 应该应该应该 对 实际上很多所谓 你看周围人 我觉得很多中国女孩子 其实还是比较传统的 很多老婆 你看到 她是崇拜老公的才华 真的 甚至有的时候 她可以忽略 老公对她的疏忽 不关心 或者不会兽马桶 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女同学 就说过 这是特别典型的 就是说 我找男朋友 一定得找一个 我崇拜她的 我要不崇拜她 我没法爱她 对尽管她鞭打我 有受虐狂 对 这个你 但我们刚才讲 自然啊 除了去自然劳动之外 还有个东西 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少人做的 就是去野餐 你知道我以前听一个故事 很感人 就很漂亮的故事 是那个英国的自然主义的大师人 沃之华师 他呢 就很喜欢到野外散步嘛 那么结果有一天 他的书有很多嘛 因为大文豪 有一天呢 有一些宾客来家里头找他 正好他不在 那朋友来了之后 就进了他书房 那个仆人招呼 进书房先坐着 哎呀 满柜子书啊 很壮观 很漂亮 就说 你们的主人 真是一个文人啊 在这环境下读书好啊 接着仆人怎么答呢 仆人说 对不起 这我们主人在这是放书的 他通常不在这看书 他在田野上看书 哎呀 我跟你说 我是最喜欢大自然的 我在北京有的时候 我就感觉自己想出去 你知道吗 到大自然 但是我跟你讲啊 我就有一次在一个城市啊 我去大自然呢 我就流连忘返呢 就是停车坐爱 风铃晚呢 晚上我都不回去啊 我家心想 是吧 然后我就远远看着 我停在路边那车 我说哎 怎么远处有个人 把头往里看呢 我说嗯 这是在干什么 然后我说哎 你干嘛 巴 我车玻璃就给打碎了 拿了我的包就跑了 我企图 我企图想追啊 刚追过一条马路 碰一下刀就出来了 我企图想追过一条马路 我企图想追过一条马路